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法律 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美西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美国破产法常识 许多中国新移民由于经济基础欠佳或者不善理财 拖欠信用卡公司或贷款公司金额过大 从而使家庭出现入不敷出的问题 许多民众往往过早选择破产的出路 导致十年的不良信用记录 影响到将来的发展 在选择破产前 民众可以向消费者信用咨询服务社联络 这家非盈利机构与信用卡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他们可以替消费者与信用卡公司及贷款机构谈判 争取少还一些资金或帮你争取一个合理的分期付款偿还计划 该机构在每个州都是有办公室 你可以打电话以800388227或上网查询附近的办公室 对于商家或个人来说 破产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最后出路 宣布破产后 破产的记录可以保存十年 对个人来说 必然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或重新开业 所谓破产是指承认债务超过了偿还的能力 按照美国法律 破产有三种形式 第一是企业破产 也称第十一章破产 第二是个人破产 也称第七章破产 第三是重组 第十三章破产 对消费者而言 经常使用的是第七章个人破产 如果申请个人破产 消费者应该向破产法院提出申请 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交给法院处理 同时向法庭提供所有债权人的名单 法庭将向所有的债权人发出通知 说明破产人目前的财产总值由法庭来决定 各个债权人获得破产者财产的优先权及数额 消费者也可以使用第十三章重组的方式宣布破产 重组破产比个人破产的方式更好些 一旦宣布个人破产 马上会有人告你 如有共同签约人 他也逃脱不了债务责任 但是重组破产的方式不同 只有在确认破产者确实无能力偿还债务时 也就是由重组破产方式转变个人破产方式时 债权人才可以向共同签约人追债 重组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 破产者在贷款公司的记录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以重组的方式宣布破产 表明破产者有诚意偿还债务 只是暂时没有能力 邓宏律师的忠告未必一定要申请破产 在考虑破产的时候 消费者应该想清楚采取什么样的破产方式更为有利 因为在美国宣布破产太容易了 有很多的人钻破产法的漏洞 特别是有钱的人宣布破产后仍然住豪宅开好车 国会已经开始考虑改革法律 严格限制破产申请者的资格 如果申请者在宣布破产前的60天内 曾使用信用卡提取了大量的现金 或购买了大量的民规物品 法官可以裁定这是欺诈的行为 这样的债务是不能够被消除的 在宣布破产之前 消费者应该与信用卡公司商谈 看看有无办法偿还 很多信用卡公司都会做出一些让步 因为如果持卡人宣布破产 他们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 同时消费者还可以与消费者信用咨询服务社联络 消费者如果确实要宣布破产 应该找专业的破产律师咨询 因为宣布破产的手续复杂 只有熟悉宣布破产的步骤和程序 才能真正达到效果 消费者在美国购物的相关法律权利 一 商店退货 许多中国新移民都非常喜欢美国的购物方式 货物购买回来使用几天后 如果发现不满意 随时可以拿回商店退货 商店服务员也不会问太多问题 不过在养成退货习惯后 当商家不给消费者退货时 消费者往往怒发冲冠 其实美国法律在商店退货方面 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商家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讨好客户 但是如果商家在商店内挂出退货规定 而客户符合所有的条件 商家必须按规定退货 如果商家向客户提供保证满意的承诺 如在店内张贴ASIS No Return or Reformed Or Says a Final之类的告示 商家完全可以拒绝接受退货或换货 因此在付款前 客户影响商家问清楚商店的退还规定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信不信有你在美国住久了 有时会发现一些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有一天由拆案林送来一个包裹 里面是一些货物 但是你并没有订购这些物品 原来这是许多美国企业常用的市场推销手法 其目的是让你试用 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寄回 如果你喜欢 他们希望你能继续购买 其实你可以将这些不定自来的货物 当成给自己的礼物 根据美国法律自己没有订但主动送上门的物品 应该算作礼物 市场推广公司不能强迫你自己付邮费寄回去 邓宏律师的忠告使用支票格外小心 在美国银行都会将客户的银行账户号 与汇款号码打印在其发放的支票上面 除了银行之外 事实上任何人也都可以遵照规定的格式印制支票 而支票持有人一旦在上面签字并填好数额 该支票就正式生效 对于支票的使用 大多数民众都有常识 不要将支票给无关人士 并且每个月都应查看银行账户开支明信 确定里面的钱没有被人盗用 然而即使有了基本的防范措施 民众在使用支票时 还是有些骗局防不胜防 美国刑事律师邓宏介绍 各大银行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 都会为自家客户提供一定的方便 虽然客户存入的支票仍没有兑现 银行往往允许客户先行使用支票的钱款 而许多诈骗集团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利用他人银行账户进行诈骗行为 同时该来案件也往往利用民众贪小便宜的心理 例如有人拿支票找上门 请你帮忙存银行 声称因为他没有合法移民身份 或者自己宣布破产而怕别人发现自己有钱 请你帮忙存入5000美元 而支票兑现后 你可以留下500美元作为报酬 由于你信用良好 而且银行账户上也有钱 你将该支票存入后 很快就能取钱出来 但是不久之后 银行却发现存入的是伪造支票 或这些支票的银行账户没有钱 或者早已被关闭等 届时这些给你支票的朋友早已不见 而你却不得不承担刑事及民事赔偿责任 邓宏律师提醒民众开支票前一定要确定银行账户内有足够的钱款 否则一旦支票票票 银行虽会先假定是由于疏忽造成 允许客户只缴纳罚款 但如果当事人是明知银行没钱或账户已关闭 还连续使用作废支票或伪造支票则会报警处理 并追回所有预支金额 因此邓宏律师再次呼吁华人朋友不要为人代存支票 否则不但被利用作为支票欺诈的人头 到头来人才两空 还要受到法律追溯 二 消费者邮购货物的权利 在美国邮购是一种方便的购物方式 消费者通过电话及邮件就可以订购自己喜爱的对象 但是在进行邮购之前 首先应该对所选择的商家有足够的了解 尤其是对商家退款退货的相关规定有所认识 法律规定商家一定要在广告中所承诺的时间内 把物品寄到消费者的邮件地址 如果消费者在广告中承诺的时间内没有收到货物 消费者可以取消订购 如果广告中没有送货的时间 或消费者没有与商家商谈送货的时间 法律的规定是必须在30天之内 将订货邮寄到消费者的邮件地址 否则消费者可以取消订单 CD 俱乐部陷阱 在国中高中及大学的青少年经常会收到加入CD俱乐部的推销广告 广告声称每张只要999分钱或者是免费 其实大部分CD俱乐部都设有关门打狗的陷阱 他们兼用非常便宜 甚至只有几分钱的CD作为引诱 一般的学生因为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自己喜爱的CD而加入 却没有仔细看清楚里面的小文字 等后来发现价钱越来越贵 拿出以前的资料一查才知道自己上当 因为接受了低价或免费的CD 你就必须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CD 而这些CD的价钱会是正常价格或比正常价格还高 而要退出俱乐部仍要交一笔罚款 如果订购者为未成年人 家长可以与商家联络 表示在美国未成年人 18岁以下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因此小孩及家长将不承担合约中所涉及的责任 三 航空公司定位爆棚 航空公司为了保证飞机的座位满载 常常通过各个旅行社 售出超过飞机座位数量的机票 因此有的旅客到时会没有座位 有的航空公司可能采取动员乘客主动让位的办法 凡是主动让位的乘客 可以得到现金退款及优惠券 美国法律规定 凡是预定60座位以上航班的乘客 这要是已经确认了座位 但是由于航空公司的原因 没有办法搭乘锁定航班 航空公司应该安排以其他的方法 使这位乘客比预定到达时间最多晚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 如果到达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 但是不足两个小时 航空公司必须给这位乘客单程机票费用的补偿 但是机票的金额不能超过200美元 如果超过的时间为两个小时以上 则应该补偿双程机票的费用 但是机票的金额不能超过400美元 四 行李丢失或被损坏时 根据联邦航空法规定 在美国国内航线发生行李丢失或损坏的情况 最高的赔偿额为2500元 如果是国际航班 最高的赔偿额按美邦9.07美元的标准进行赔偿 根据这个标准 可以推算出国际航班的最高赔偿额 不会超过635美元 但是获得上述最高赔偿额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能够证明损失的所有物品都是全新的 另外诸如首饰 现金 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 是不再赔偿之列的 因而乘客在乘机时应该随身携带这些对象 五 网络购物的安全 在发送自己的个人资料时 首先要注意所使用的购物网站一定是有安全保障的 安全的网站一般加注S的标记及HTTPS或有所的标志 其次如果网站填写表格的选项是选择性 尽量不要添 再次应当使用一张专用于网上购物的信用卡 万一发生问题可以立即停掉 而不至于产生其他影响 最后选择由BBB Online和Trusty认可的网站购物通常是安全的 因为BBB Online和Trusty选并的商家都经过了商会的资格审核 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 邓宏律师的忠告银行授权书委托书不可乱签 不少新移民在语言不通又不熟悉美国法律的情况下 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不足 往往容易被人利用骗取钱财 其中常见的一连案例就是 当事人跟银行签署授权或委托书 将有关自己银行账户的资金活动全权委托朋友负责 不料朋友随后起了歹念 利用授权书赋予的权利将自己账户内的存款 一卷而空 很多时候新移民到银行开户 往往需要朋友帮忙办理相关手续 也有留学生朋友不在美国期间 希望委托朋友代管银行账目 这些情况下银行往往需要当事人授权 而授权一般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Jung Account 也就是开户时加另外一个人名字进去 然而相当一部分授权人却并不了解 一旦加入他人名字 该联名账户人不但可以开支票 也能把账户里的钱都转走 第二种授权是通过签授权 委托书 这种情形下同样有授权人 等到钱不见了 当事人才恍然大悟 更有甚者账户被人利用 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 为了避免成为这类案件受害人 邓宏律师提醒 第一开户时不要乱加他人名字 第二银行职员即使讲中文 让你签的文件往往是英文 而其翻译未必准确 因此最好让职员将开户数据提供一份给你 拿回来请律师或会计把关 将数据填好 尤其是Power of Attorney这类文件 万万不可随便签署 同时也建议你向银行索取 所有你签署文件的复印件 自己保存起来 万一发生纠纷 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签了哪些文件 并及时拿给专业人士 查看问题进行处理 我们未经许香港�语 何 杨者 找人 找你 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